这三样东西比黄金还珍贵,开疆拓土,确立了汉族在这两省的地位,在我国的西南地区,有两个省的建省时间都比较晚,这两个省就是云南省和贵州省, 当然,本门所说的建省时间,知的是成为中央王朝直接派留官管理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区的时间,所谓第一级地方行政区,就是秦汉时期的郡县,藤五代时期的州县,原明清时期的行省,云南建省的时间是在公元1274年,元朝的云南行省,是在大理国故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, 此秦汉已至唐索,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中央王朝直接派留官管理的地区,而是处于机密状态,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,对所辖区域的土地,户籍,冰原的管理有一些自主权, 秦汉有西南仪,唐代有南仲,两宋有大理,公元1274年,元朝政府设置了云南行省,但是,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土司制度, 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土司制度语堂,宋时期的基密州县这很相似,所谓的立普官制土部民,朝廷并不派官员进行直接的管理, 中国地形图贵州省的建省时间是在公元1413年,永乐13年,明朝政府设置贵州城宣布正式司, 世卫贵州建省之时,贵州建省以后,与云南一样,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土司制度, 自秦汉以来,大一统蒙朝的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向边地推广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, 编护其民的存在,是大一统的基础,有利于朝廷进行管理,也有利于赋税的征收与劳役,兵役的派发, 另外,推广农耕文明,也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,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, 所以,农耕文明的推广,既是官府鼓励的结果,也是当地人自发行动的结果, 云南,贵州的地形以山地为主,平原地带较少,贵州更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, 中国的粮食作物,在先秦时期主要是素、树、稻、麻、树、大豆、秦汉汇进南北朝随唐时期, 发展为以素米、荞麦、水稻为主,宋元时期,北方地区的主产粮食,是素和麦,南方地区则为稻和麦, 然而,素、麦、岛虽然产量高,但却不能在山地进行大规模的种植, 所以,直到宋元时期,中国的西南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山地处于荒蛮状态, 当时,中国的人口峰值在一亿左右,小麦一般在平原地带种植, 中国的粮食生产有两次革命,第一次是战成道的引进, 战成道是在北宋时期引进的,战成道是一种造道,以二月为岁首,到岁再熟, 一块土地种植了战成道,在战成道成熟以后,还可以种植一计满道, 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土地面积,战成道的引进,促进了我国江南地区的平原地带, 和部分丘陵地带的开发,北宋的人口峰值达到了一亿, 而在汉唐时期,人口峰值则在六千万至八千万左右, 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的引进,则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, 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, 推进了中国的农业人口,由平原地带向山地地带的迁徙, 同时,也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,清朝道光年间, 中国的人口峰值已达四点三亿, 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,大约在公元前七千年左右, 居住在金墨西哥、威地马拉等地的印第安人, 首先开始种植玉米,公元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之时, 欧洲殖民者在与美洲原住民的接触过程中, 玉米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, 玉米大约在公元1500年前后, 传入我国, 大规模推广的时间则是在清朝乾隆年节, 云南、贵州等西南诸省, 是我国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之一, 明代嘉靖年间,云南大理府至中极有玉米的记载, 当时称玉米为玉米, 云南地区的玉米种植是由西向东扩展的, 因此云南的玉米很有可能是从缅甸传入进来的, 至清康熙年间, 玉米在云南省各地已经普及开来了, 成为了当地农民不可或缺的主粮, 云南有大量的山地, 广种玉米,玉米,玉米在贵州的普及则稍晚一些, 清康熙年间的四周府之中, 时有玉米的记载, 乾隆,嘉庆年间, 贵州的贵阳, 玉坪, 独山, 梨坪, 隋阳等地, 都有大规模的种植玉米, 明清时期, 在美洲原产作物中, 番薯的作用, 要远远超过玉米和马铃薯, 番薯是旧荒作物, 番薯的产量高, 耐贫瘠, 山地, 丘陵, 沙地均可种植, 不与传统的粮食作物争体, 遇到灾荒, 可以帮助农民度过灾孽, 番薯同样是在美洲的墨西哥, 威地马拉等地最早被驯化的, 约在明朝二历年间进入我国, 番薯具有这荒的作用, 所以, 一经引进, 就受到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广, 番薯云南大约在万历年间开始种植番薯, 到了乾隆年间, 番薯已成为了云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, 番薯进入贵州的时间则稍晚一些, 乾隆年间开始种植, 到了道光年间, 才普及开来, 马铃薯又称土豆, 约在公元前八千年至公元前五千年左右, 在秘鲁被驯化, 新航路开辟以后, 土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, 现在, 土豆是全球第四大粮食生产作物, 地位仅次于水稻, 玉米和小米, 土豆土豆传注我国的时间, 目前尚无定论, 一般认为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传入的, 万历年间, 蒋义葵的长安客话义书中, 十有土豆的记载, 马铃薯土豆在中国被推广的时间, 要晚于玉米和番薯, 直到十九世纪之时, 云南、贵州、陕西等地才, 广泛种植土豆、玉米、番薯、 马铃薯的传入,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 在宋元时期, 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地、 高原地区, 还分布着大量的原始森林, 和未被开发的草地、 玉米、番薯和马铃薯, 属于高产汉地作物, 是一载山地种植, 对于地形的垂直度要求较低, 这三种粮食作物的引进, 促进了我国热带, 亚、热带以及温度地区山地的深度开发, 尤其对于云南、贵州等西南诸省份山区的深度开发, 具有重大的意义, 使得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, 能够进一步向西南诸省的高地推进, 确立了农耕文明它这两省的地位, 大量的汉人迁徙到云南、贵州等地,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 玉米、番薯和马铃薯向山地的推广, 也是扩大耕地面积的过程,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疆拓土, 把原来处于蛮荒状态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区, 所以,玉米、番薯和马铃薯比黄金还珍贵, 在明朝初年,云南、贵州的很多地方的行政区化, 特别是在山地、高原地区的地方行政区化, 依然存在土司制度, 后来开始改土归流,明清时期, 云南、贵州这两省农业经济的发展, 无疑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